好,第五節 講了幾節 美國那邊的故事,歐洲那邊的故事 又講一下能源相關的東西 首先一個比較有趣的數字 我知道John不太支持核電 但是最近看了數字 如果以一個核電安全的角度來考慮 我想考慮大家 核電當然是曾經有過過去這麼多年 有些嚴重的事故 最嚴重就是赤爾諾貝爾事件 第二嚴重的當然是福島事件 赤爾諾貝爾事件,大家知不知道 構成的死亡人數是有多少人的 可能也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他也是比較遠的一個位置 我不知道,我沒有討論,不過我估計可能 不至於說很驚人 當然,直接你說是在赤爾諾貝爾事件 死亡的人就不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以一個統計來講 因為那個輻射洩漏而構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其實那個影響還未完 預計去到2060年的時候 比較低的測試,可能是8萬5千人 如果比較多的 就是24萬人 這個也很,對不起,這個不是 不是至於諾貝爾 其實說多的可能是幾萬人 如果是少的話,UN的標準可能是4千人左右 這個是 那福島的事件 相信大家可以記憶入身 但是其實死亡人數是更加少的 相信大家都沒怎麼看的新聞說是直接有人死 是有些說懷疑是會令到某些兒童可能的 癌病率是高了,但是也不是100%證實的 反而福島事件,大部分的人死是撤離的時候 就是因為輻射的影響 有一個很大的區域的人都要撤離現場 撤離現場的時候發生意外死的人 就好像有100幾十人 這個就是核電的影響 海嘯死的人 但是剛才我記錯了那個數字 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再生能源的一個意外 就是一個 水電 河南在1975年的時候 因為一個颱風吹襲 在河南有一個水壩崩堤 那次水壩崩堤 就是死了 如果直接影響的話就是8萬5千人 如果計算之後的一些影響到當地的糧食供應 非正常死亡人數是達到24萬人左右 所以再生能源其實也都 如果以這樣比的話 就是發生嚴重事故 這也不只是一宗 而是你想想巴西的水壩也是發生 其實也有很嚴重的意外 而你說起風電那些 其實偶爾也會有些意外 也可能會造成人命傷亡 但是這個也不好計 其實最嚴重死人最多的 是我們用得最廣泛的 氧化氧 其實你燒煤炭 燒石油那些 所放出來的那些化學物 什麼二氧化瘤那些 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是50年 如果以50年的時間來計算 是差不多死了1億人左右 造成的肺病那些死亡人數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被一些 就是核電這些 好像聽下去很恐怖 我們又不是很認識的東西 就好像會 嚇得很害怕 但是如果從一些數據 來看 核電 當然可以說 是不是如果有些輻射洩漏 會對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呢 但是如果看回一些 就算是福島的那些輻射水 現在又 又說他要排放一些輻射水 進去 海道 但是其實他那個輻射毒素 跟大亞灣 核電廠排出來的 那些輻射的輻射 大亞灣的輻射 那些輻射 更高 所以那些人不需要那麼緊張 基本上 就是緊張 香港也應該要緊張一點 所以其實核電 就真的沒有 沒有想不想那麼恐怖 這個是第一個小話題 我看到John 好像有些東西想說 不是的 我覺得 就是 我在想 剛才那幾個例子呢 我想有一點 也要看回 就是說他那個事故發生在那個位置 到底一個人口有多密集 就是說 發生在中國 大佬 中國人口那麼多的地方 當然啦 還有就是水耳發電 其實他那個 影響的尾巴 其實是可以 很長的嘛 就是你下游的 其實一直流下去 就是 所以我想 就是 這個怎麼說呢 我想又未必可以很直接 這樣比較 但是我覺得 大家是低估了 化石能源 發電所產生對人的健康 那個的影響 這個是同意的 這個是我最同意的 就是如果你用phosphil 其實它會 產生很多一些 有害的 particle 氧氣溝炎 是的 那個我是同意的 所以 就是 現在我們是越來越鼓吹一些 所以叫做結晶能源 這個 這個direction 其實我也是 支持的 這個絕對是 是啊 那麼 其實 同一個 就是我也是看了一段影片 去說 其實說 他的 計法 如果用這個計法 因為德國 他在2020年的時候 已經關停了大部份的核電廠 而這個決定 他要替代這些核電廠 其實他也要開放多些火電廠 而他開放多些火電廠 所造成的空氣污染 其實是 每年差不多 令到非正常死亡人數 是多了一千人 差不多 那 其實這些數 就 可能是未必是一個 就是 電廠爆炸 然後是一個 很 眼影的事件 但是其實是一些隱形殺手 也不要說 就是 大陸 我們早幾年經常都聽到 那些 PM2.5 去到 200多 甚至500多 那些 其實真的很恐怖 這是第一個話題 第二個話題就是 其實 大陸 一直在生能源 其實 都是有行補貼制度 但我相信 大家都未必有留意 到了2021年 其實是所有新的裝機 無論是風電和太陽能 都已經停了補貼 就是它基本上已經做到一個 Grid Parity 就是 跟火電基本上一樣的價錢 那 但是其實 這個發電的成本還是在一個下跌的 一個trend當中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去到再五年之後 很大機會在大陸的再生能源 風氣發電和 這個太陽能 是會比火電便宜 到時 簡直是 可能會出現一個 情況 就是 再生能源反過來可能會補貼回火力發電 因為你是不可能 我們反覆也說過很多次 當 在儲電的設備發展成熟之前 你是不可能做到100%都是再生能源發電的 所以你是要保留一部分的火力發電來做基礎 現在大陸已經是差不多有24%的發電來自於再生能源 如果是在沒有一個大規模的儲電裝備的情況之下 去到30%其實電網已經是不是很頂的 因為 你也知道 現在的反應很大 你沒有風的時候 電又會真正跌得很厲害 你沒有太陽的時候 或者晚上的時候 你又沒有了一大部分的太陽能 所以 火力發電 包括煤炭和天然氣 都要維持一定的量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麼難去預測它什麼時候去發電 其實對於這些發電廠的營利狀況 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 近年其實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經 推出了一些政策 是 如果你的火力發電是參加了這些 就是叫做peak low的 一些scheme 就是說在 晚上 以及在用電量最高峰的時候 你能夠 投產來加日發電的話 我可以給你一個高一點的電費 你負責去 參加這個調峰的 過程 就可以享受高一點的電價 開始會有這樣的scheme 而遲些如果你說 再生能量的價再跌的話 可能會 反過來有一部分 電費是可以補貼 這些火力發電也不出席 那麼 去年我們看回 再生能源的裝機量 正正是因為 去年落成的再生能源 都還可以享受到補貼 去年 去年開始拼網發電 廣後的20年 還可以在電價上拿到補貼 但一到今年1月1日之後 落成的話就沒有補貼 所以去年 人們瘋狂地裝太陽能和風力發電 和 2020年落成的風力發電的量 是之前那年的三倍 即是去到72月的跌的話 所以 今年 其實 那個再生能源補貼的基金 那個 壓力也挺大 在今年 大概2月左右 是出了一宗新聞 就是說 政府是有考慮過 要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已經欠了很多補貼的錢 因為不夠錢付 他考慮過說 不如我們跟風力發電 或者太陽能發電的廠商商 我們 大家 寫一部分的補貼的錢 而換來我給多些補貼給你們補貼的機 這個新聞一出 風力發電的股 就跌到彷彷彷彿 然後整個業界就吵到反轉 最後 當然這個行程就是 不再提 國字了 代表是沒有了 我記得你之前有講過 這些 再生能源 其實 這個行程的收入 不斷在膨脹 因為政府 拖字缺 如果你說 現在不結帳 那真是麻煩 是啊 但是 如果看回2020年 的數 2020年的時候 大概 再生能源的收入 每年就是1000億 每年的支出 1700億 大概有700億的缺口 每年 好消息就是 這1700億的支出 就不會再增加了 因為 在2021年之後 落成的 再生能源 都不會有任何補貼 而大陸的發電量 是每年都有增加的 這個再生能源補貼的收入 跟零售電的量是有關的 所以收入會上升 而補貼的量 就不會再上升 所以慢慢 理論上是會 就是採取到這個 的缺口 但是 還有幾年要捱 這幾年還是會維持一個比較大的 債務 所以 收入基本上 暫時還是有拖母欠 但是 他們賺的錢 只會 越來越 就是 其實這個前景是OK的 因為 你現在已經如果是可以做到沒有補貼都有盈利的話 那 除了 成本越來越跌的話 只是賺的錢會越來越多 只可以這麼說 那麼 除非是大陸的經濟很不行 如果不是也看不到電價會 就是 有很大的下調 所以 只需要他的成本越做越低的話 他們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但是 我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說 就是我們說 這個再生能源 特別是太陽能 和風力發電 那個製電成本一直向下 但是其實 這個是因為 那個技術 主要是那個技術 一直改善 或者可能你的 經濟的高度 生產的那個 能力 使得那個成本 一直向下 但是 問題就是你對於 新裝的 的供應商 你才能享受到這個 這個 那個價格下跌的 或者那個 設施的價格下跌的大影響 而你如果 放了那些的話 其實 那麼他已經 那個成本已經 就是 我們叫做 增加的 已經是 就是 你那個 科技進步 對他們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效益 因為他已經 他們的錢已經扔了久了 除非 他繼續 增加 那個 裝置 這樣才可以 再把那個 負責的 價格拉下 對啊 所以 為什麼 就是補貼這個 就是有拖無欠 但是也絕對不能夠 說 write off 就是因為 這個是 Base on 當年 一個較高的建築成本 所建的一個發電廠 你答應了有補貼 這個數字才圍堵 那你如果現在跟我說 我取消補貼 取消部分補貼的話 那那些發電廠 全部要 就是 數字全部計不定 全部涉本 所以這件事 就是絕對不能夠 絕對不能夠提 絕對不能夠提 基本上 你說吧 最近拜登其實也有 令到 美國減排的目標 是 aggressive 那你覺得 這是一個口號式形式 是不是一個 achievable的目標 其實美國是 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 都是很大的 因為他們 基本上都沒有 好像德國 或者是 歐洲國家 那樣 很大型的 一些 scheme 去發展 去發展 特別是美國的海岸線 那麼長 其實 offshore的 wind farm 以及一些中部地區 有這麼多的沙漠 其實 都是有很多 發展太陽能的 一些空間 在 在 但是 美國一直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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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capex 去投入這些 的 project 現在他說有兩個 Tradium的Infrastructure當中有一部分也會投入再生能源 應該是會有這個加速的空間,但美國的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的regulation實在太過煩了,尤其是 例如在加州,我有看一個 就是那些comedian,有一個talk show 也挺出名的,Bill Ma 他在節目上說他想在自己屋頂建太陽能板 申請了permit,搞了三年都未批 其實反而阻礙新能源發展有時候 就是regulation上建築條例 其實是很麻煩 如果有一個中央聯邦政府 去看著這個方向的發展 而在regulation上可以擦場鬆綁的話,這件事其實應該可以加快 我們這節時間還有多少? 還有三分鐘 如果有關這個再生能源的話,其實我覺得 美國那方面是有一個空間去發展 其實之前也有提過 如果你說 日本那些 其實各國發展都是比較慢的 不過 日本就 可能發展地熱 那些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有很多溫泉 但是 如果影響到日本溫泉的一些業界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 而德國那方面 其實 之前也有 其實跟大陸一樣 都是行一個補貼的制度 但是補貼這些始終都是鼓勵早期的一些發展 其實 為什麼這個再生能源的價格可以做到現在這麼低呢 就是 其實跟 歐洲那方面一開始行的一個補貼的制度 都是有關 因為 如果不是有他們早年這樣的發展 也不會有那麼多大陸的公司去 開這些再生能源的 例如太陽能板的廠 或者是風機的廠 沒有那麼多大陸的公司投入 是他們做到一個 Economy of Scale的時候才會 會有做到現在 今天這樣的價錢 還有提起這個再生能源 有一間公司 我們剛才說很多公司抽水 提到市是否會有一點點見頂的跡象 有一間叫保理協音的公司 就是經典 就是今年一月的時候配股 應該是配了 幾十億 詳細今晚不是太記得 但是 一配完股 今年三月 假設要出業績 出不了業績 拖到四月 都仍未出到業績 原來現在說有個項目 是虧了 虧了六十幾億 就是 接了他那一手 配股的股票的人 真的哭都無謂 他就是這個保理協音 如果大家對這個行業有一點認識 他是其中一個最大的 Poly silicon 的一個 製作者 如果這間公司 出了市 影響到Poly silicon的供應 的話 相信對於整個 太陽能板的生產 都 整個業界會受到影響 還有董事都可能有責任 我不知道他在 他做過placement的時候 有沒有 知道 德式的 項目 欠這麼多錢 如果你知道 在風險上沒有提示 我相信 整個董事局都會有責任 我想最後 我想有一點補充 剛才Ko說到日本 再生能魚的發展 我想 日本 是有些 限制的 他那個 地又少 然後 人口又多 其實有很多 所以我看到反而 比較多一點的聲音 就是日本現在其實都想 加快力度發展 那個fuel cell的 那個技術 當然fuel cell 也涉及到 一個 那個 liquid hydrogen的 生產成本 以及也不是一個 很特別的 叫做 truly advironmental friendly 所以 其實現在 怎樣 是有一個 叫做green 的 Helogen fuel cell 的一個發展方向 這樣 似乎 我 我看到是有些這樣的聲音 那到底是 去到什麼 時代的話 我就不知道 不過 日本是 考慮 用一些 另外 另一匹途徑 去進行這方面的 發展 都慘了 如果你用green hydrogen 可能你還是要靠進 要靠入口 始終是解決不了 那個 energy dependent 的問題 好吧 我看到 Eddie在那邊圈 現在 這個禮拜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禮拜 還是 29號來的 繼續 入境 多謝大家支持 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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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